难道真是我看错了 不可能啊 明明那么真实 那么清楚 怎么可能是幻觉呢 可是我确认过了 那确实是我的账号没错 看来我爆红的梦 破碎了 我睡衣呢 坏了我刚才读上路拖了睡衣 才进到卫生间 我忘拿睡衣了 怎么办 这个傻瓜 居然安装了三个杀毒软件 天哪 千万不要抬头 千万别发现我穿了她的衣服 否则我就死定了 三个杀毒软件 对 对不起 大神 令校弟 你现在问了唐浩 人气主播 已经开始用 这种下流的手段了吗 玩色诱 不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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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 我是那个 刚刚去洗手间洗澡的时候 忘了把衣服拿进去了 而且 我平时一个人住习惯了 这种心烦意乱的时候 根本就不记得家里 还有一个你 换句话说 我都没有把你当成一个男人 你不用解释 我告诉你 你在我面前 穿衣服或者不穿衣服 没有任何区别 明白吗 电脑我过几天再修 没区别 没区别 穿衣服跟不穿衣服 怎么就没区别了 真 什么眼神啊这是 没有眼光 没有品味 姐 身材好着呢 赵静逊 你少装算 你说过要保护林小迪的 你到底做了什么呀 他现在成为众矢之地 所有人都在骂他 人肉他 他根本什么都没做错 对 他是没做错什么 做得在你你知道吗 你知不知道 这一切都是因为你造成的 你现在还来质问我 你们兄弟俩好好说话 行不行啊 平时要不就不沟通 一说话就剑拔弩张的 干吗呀这是 不是啊 慕然哥哥 你之前不是答应过我 要好好跟景轩哥说话吗 怎么又吵起来了 是赵景轩出尔翻尔 他这样的人 根本就不值得相信 小子 我告诉你 在这件事上 我已经花了不少钱的 公关费了 林小迪那边的消息 我已经封锁了 他现在被爆出来 我怎么知道怎么回事啊 这说不定是 您那些粉丝做的 对不对